中国人到西方去旅游 或者到日本去 你会看到经常有人排队 整整齐齐 不紧不慢的向前移动 中国人 我们自己一定要检讨自己 我们确实不会排队 我儿子回国的时候 出国学习一段时间 回来的时候 第一不适应的就是加三 他问我 为什么我排队的时候 总有人在我面前加三呢 我说是因为你排队的诚意不足 中国人排队一定是前胸贴人家后背 恨不得抱在一起 跟做游戏一样的排队 别人才不能加三 如果不是这样 你跟西方的那个标准 跟前面那个人保持一米距离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你不想排这个队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加到你面前去了 我们今天大家都比较知道了 在公共场合呢 尽量的不加三 但是我也经常碰到有加三的人 还是有加三的人 但是比过去少很多 但是我们依然不会排队 首先我们的排队是个乱七八糟 这个队 我们比如上机场 关键 这个队永远是后面比前面粗 成一个蝎子状 前面是一队 后面你看 短的时候是两三队 长的时候是五六队 中国人永远把这个队排成一个蝎子状 就是后面粗 前面细 逐渐逐渐逐渐到前面 加成一队 这时候呢 大家好像都心照不宣 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啊 你上飞机拥挤 我还能够理解 可能你是想 这个找一个好行李架呀 自个带的东西多呢 争取别放不上去呀 等等 找个好位置 你飞机是平票的嘛 你该坐哪就坐哪吧 但是我实在不能理解 有时候下飞机的时候 你还拥挤 你就不能好好的去排队吗 一定要拥着前头 急急忙忙下来 你下来有什么用啊 你下来能提早取行李吗 不能 你到行李那也不排队 我最近几次取行李就遇到这个问题 你在那好好的 这有一米线 人家告诉你不要冲过这条线 你在那等 行李都没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要站在我面前 拦着你 他行李并没有来 他行李来 他挡住我是自然的 你去把行李拿走 你就走了 不 他非要站在你前头 他跟你并排站 他就不高兴 更别说站在你后头去 后来的人愿意加三到前头 几乎是我们排队的一个常态 我们好像心态都非常急 因为有这样一个心态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 老老实实的排队 一排队就心急 心急的最大的特征就是脖子长 都探着脖子往前看 着急 怎么还不往前走 怎么能恨不得 就是永远你是第一个 如果我们知道排队也属于一个功德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抑制自己 不要去埋怨别人 我们自己能不能 规规矩矩的去排这个队 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排队的话 那么 这个道路就会变得比较通畅 在排队的 不管你是去购物 你还是到机场安检 还是你去办一个什么文件 办一个执照 你都会显得比较通达 再有 就是我们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 餐厅最明显吧 我们一般餐厅比较大的 一进去 就跟蛤蟆坑一样的在吵 每个人都拼命的喊 为什么要喊呢 因为左邻右舍都在喊 你不喊就等于没说话 你到餐厅去经常看到一个人 突然大呼 小叫的呼着手 就说在这呢 在这呢 你能不能挥一挥手 就让人家看见你 你喊已经变得不重要 为什么你要喊呢 可是你到国外去 尤其你到日本去 到欧洲一样 美国也是这样 公共场合 尤其餐厅 每个人都尽量的压低声音 不影响别人 这就是个礼仪 你表示对这个餐厅的尊重 对别人用餐的一个尊重 如果你大呼小叫的 别人怎么看你 人只能看你 觉得你不够文明 说难听一点 就是你太野蛮 再有 再有这种大声喧哗 我碰到的就是极端的例子 就是高铁 高铁跟飞机不一样 飞机上飞机就得 关手机 要求你关手机 我真谢谢他们有这规定 如果飞机上不关手机 有人在飞机上打电话的话 那我估计大家都得疯了 我在高铁里就碰到这么一位 俩女的 一路谈生意 从北京谈到上海 那生意真是天大 到上海没谈成 为什么高铁里不应该谈生意呢 第一 它是封闭的一个空间 第二呢 火车高速移动的时候 信号不好 所以他就不停的喊 喂 我在高铁上呢 我在商户座 什么就在那不停的喊 谈得我脑袋都大了 那么高铁上呢 又不限制打电话 我觉得你可以办公 因为现在有这个信息嘛 你可以发信息 发微信 就是不应该出声音 我倒建议这个铁路部门 应该限制在高铁上打电话 你可以使用手机 发这个邮件呢 发微信呢 都可以 但是不应该大声的打电话 因为你打电话 非常影响别人的休息 你比如我有时候哈 在高铁上很希望 就是一路休息 下了这个车以后 就能够进入工作状态 但是他不让你休息 他谈那个无聊的生意 前一段时间还看到 就是上海地铁 还是哪一个 那个所谓的凤爪女 就是边吃边吐边吃边吐 你想想 这是不是不注重自己的礼仪 你让所有人都看到你这种 叫丑形 叫丑形 我们这种喧哗 在最不该喧哗的地方 经常可以碰到 你比如电影院 我看电影的时候 最怕碰到一种什么人呢 最怕碰到一个人呢 就拼命的讲电影 他看过一遍 他给他身边的人讲 而且他马上说 注意注意 马上叫谁出来了 怎么怎么着 他把所有的东西 都给你提前剧透 你这耳朵也不能堵什么 你堵上了 你电影也看不成 所以你很烦这样的人 还有人在这个电影院脱鞋 歪坐着 所以我们今天在社会上 碰到这种违反功德的现象 虽然自己 每个人都能看到 虽然自己很不愉快 但是更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举止 每个人只能要求自己 你很难要求别人 你只要每个人都做好了 对别人就一定是有影响的 中国人一出国 到哪个国家就随哪个国家 你比如他到日本去 到德国去 这种比较规矩的国家 中国人自己就会变得非常的规矩 到哪都会比较小心谨慎 但是到了意大利 到了法国 你看法国的鲤鱼 都是那种上流社会的鲤鱼 但是法国很多旅游的地方 也非常混乱 意大利就更加混乱 那时候中国人就是 也跟着一块混乱 我们特别适应混乱 不适应那种很规规矩矩 安分守己的这种社会 我们很羡慕人家有那样一个社会 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不到 包括我自己 我也有时候检讨自己 就是很羡慕人家有那样一个文明的社会 但我们有时候做不到 比如我有时候说话声也大 在国外 别人就会告诉我声小点 所以我慢慢慢慢的 才改过来 你比如有一年我去 到日本 跟着一个艺术家代表团 结果一进大厅 那个艺术家就大声喧哗嚷嚷 我说小点声 丢人嘛 你知道这艺术家说什么 艺术家说他请咱们来的 咱们怕什么 这就不是态度 对吧 人家请你来 人家请你上人家家吃顿饭 你就在人家造 每个人的举止 其实是代表这一个民族的 我们今天有机会出国 很多中国人都有机会出国 出国的时候 你每做一件事 如果你做的极端恶劣 一旦被人拍成视频 你在全世界 实际上你是代表中国人 你给中国人丢脸 不是给你个人丢脸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加强自己的修养 遵守社会这个功德 这种功德 就是从个人礼仪开始的 比如握手 握手怎么来的 据说历史上在战争期间 因为骑士们都穿着盔甲 除了眼睛以外都包括在盔甲里 随时准备冲向敌人 如果是好 就脱去甲州 把手伸出来 右手伸出来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手执兵器 没有兵器表示友好 握手就形成了 那么这种握手就变成了一种礼仪 我们今天在社交当中 握手是第一礼仪 握手有很多规矩 第一不能戴手套 你不能说我这是皮手套 世界名牌 我戴着手套给人握手 不礼貌 除了个别的时期的一些妇女 可以允许戴这种纱的 比如听音乐会 有的女的戴着那种半截纱的手套 是允许不退去手套的 可以握手 那么你跟不相识的人握手 应该是非常注重这套程序 就是一定不能戴手套 你如果说两个人非常熟 说冬天又很冷 在西伯利亚两人盼着手拍一拍 那没有问题 握手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礼仪 那么它有很多规矩 规矩呢 第一个呢叫顺序 什么叫顺序呢 就是谁先伸手 第一 是身份大的人先伸手 那所谓上级先伸手 对不对 你要见身份大的人 不管是一个领导 还是一个专家 还是一个学者 还是德高望重的人 一定是人家先伸手 你再伸 如果人家不伸 你就不要伸 第二呢 主人先 你到人家家去 主人先伸出手来 表示一个欢迎 客人不要急急忙忙的 人一开门 手是光当就塞进来了 要跟人握手 不是这个意思 一定当主人伸出手来 按照尊重妇女的一个原则 西方人规定的 女士优先 跟女士握手的时候 一定是女子 可以先伸出手来 那当然这个女子是指 地位基本平等的 比如这边是一个老者 七八十岁了 这边是个女孩 只有十几岁 你也不要急于 先把手伸出去 那么这个握手呢 是有讲究的 这种讲究呢 这是第一 是握手的时间 不要过于长 对吧 时间要控制 多长合适呢 几秒钟 你说三五秒钟 我们不去做硬性规定 如果你做硬性规定 你会数 比如说我们就握三秒钟 你好握着手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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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不行 握手的时候 力度要适中 不能过大 也不能过小 我就见过手劲过大的 好像他认为 手劲越大 对你越好 握得你生疼 你都变了姿势了 还有那种人呢 根本不跟你握 尤其有的女的 就伸出 扎手指头 比较一下 这也不好 你起码要有一种握的感觉 女人可以不使劲 但是不可以不握 握手在于握 而不是你伸这个手指头 让人家握 再有就是不应该摇晃 我见过很多人握手 我这个握手 机会可能有点多 见人握着手 老晃 晃来晃去 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像说 我可找到组织了 好像是这种感觉 所以不能晃 握手 就是上下抖动一下 就可以了 意思 再有就是 不要上另外一只手 摸人家 这种事 我就被摸过 摸到心里很难过 你跟人家一握手 尤其女子 你不能右手握上手以后 左手上去摸人家 你这就不是个好人 对吧 那么 男的也不能摸 我是真被摸过 跟人家一握手 人家握手不撒手 我心里就没想 别的就想 他怎么不撒手 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也不能甩 好 人那只手上来了 来回摸 这一摸 我心里就别扭了 那是真的别扭 不是装的别扭 所以呢 不要去上去摸人家手 当然有的领导喜欢这样 说跟人家握手 握手啊 有的大领导给你握手 说还喜欢拍你这只手 为什么拍你啊 显得他德高望重 咱就 因为咱也没当过大领导 咱大领导拍也不是很多次 拍一次就拍一次了 好的时候还可以拍拍肩膀 小伙子好好干 我年轻时候经常被人家这样说啊 跟你握手这边 但是有的人呢 跟你不守假守 也没有地位 跟你差不多 甚至还不如你的时候 他跟你握手 还拍着你说 哎呀 您很不错呀 是吧 这样就非常的不好 握手这么个小事啊 有很多种学问 还有就是 您那手啊 不能太出汗 我真是握过那个满手 湿漉漉的 心里很不舒服 这种人往往握着 你还不撒手 还愿意呢 握手照相 比如说 马先生咱能合个影吗 我都是来者不拒 是吧 人家看得起 给你照相 但是架不住呢 他非要抓住你一只手 然后搁在胸前 这么照相 我一开始是不明白 我说这有什么好吗 人家告诉我 国家领导人都这么照 那你是国家领导人吗 国家领导人的 有时候握手 是给记者一个机会 表明两国是好 带有政治含义的 但是我们作为一般人 没必要了 拉着人家手照相 你拉着手照相 不代表你跟这个人关系好 我有很多很好关系的朋友 从来都没照过相 对吧 握手这事怎么普及的 后来我想了半天 是怎么我们这歌星给普及的 那么歌星有一毛病 我前日都还参加一活动 好 本来我就不想去 好 那歌星又走下台来了 挨着拍子 跟着每个人握手 边唱边握手 好像大牌歌星觉得这样 特得瑟 我们过去看那种各种晚会 那个歌星唱到一定程度上 一定从舞台下来挨个握手 后来这个东西都被那小品挖苦 所以我觉得握手就是生人 或熟人之间相见的礼仪 生人表示是好 熟人表示这种相互的一个问候 我们过去中国人并不握手 我觉得过去中国人比较好 抱拳 作医 多好 抱拳 他比握手比较起来 起码他抱拳 他失陆陆的跟你没关系 这握手他那大失手 弄得你黏黏乎乎的 我现在想起来我手心都都黏 抱拳很好 江湖上抱拳 江湖上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作医 对吧 过去我有一个朋友 跟谁都不握手 特各色 跟谁 谁要跟他握手 他就这样 他就聚人家 他老说人家手都脏 他老说人家手脏 在他作医 我觉得作医也挺好 抱拳还避免一些尴尬 尤其男女之间 你说你跟一个半生不熟的女人 老握手 是吧 他再抠你两下 你这心里还很别扭 所以就干脆就躲了 所以过去古代的这一套礼仪 还真是比较实用 那么我们标准的 我们先说标准的 作医的姿势 就是右手成拳 左手包住 为什么右手成拳呢 它跟握手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古代人 就是说我右手握成拳以后 左手护住它 这就表示了我的善意 我们全世界通行的握右手 是因为大部分人 右手都是攻击手 两个人打架 你右手一定先出拳 除了左撇子 所以表明我没有武器 女子是反向的 过去 因为过去男女之间 接触不多 女子是反向的 但是不需要抱拳 压住手就可以 就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当然女子 有时候看小品电影中 女子也这样 这都江湖高手 武林高手 您就不管他了 这样就这样 甭管是执掌还是抱拳 这都可以 我们还有一种礼仪 也是生活中 今天更多的应用 就是照相 因为手机有了照相功能以后 我看着我这真是没少照相 走到哪儿都有人合影照相 那照相呢 他人怎么站 他是有规矩的 你得会站 双排的时候 肯定居前为上 这我们都知道 跟领导合影 你说领导 您德高望重 往高处走 在最高的处 那肯定不行 领导是在前面 居中为上 你看领导 当然我们如果不在乎的时候 也可以随意站 但是一般礼节居中为上 德高望重者 在中间 按照我们的传统 以左为上 这个左右问题比较复杂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今天还是 尊左边 这个古代官场上 这个早期都是 大部分都是尊右 你比如左迁 说的什么意思呢 左迁就是被贬官了 右仪就是升官了 明清以后 明清以后呢 这个倒是尊左 倒是尊左 所以我们近代呢 相对来说都比较 这个尊左 高位的人在左侧出现 作为接待呀 或者到你们家去啊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 这个 今天不是很绝对啊 但是一般都应该有这个意识 比如你在家里 德高望重者啊 爷爷啊 平时都坐在左位上 过去 中国那个做法呢 都很简单 这个 大堂屋啊 中间两把太师椅 左边 右边各一六 现在基本上 沙发 沙发也没那么讲 就经常对着做 也就把这些规矩都弄没了 在这里啊 你读《红楼梦》去 你读《红楼梦》呢 它其中有很细致的描写 为什么说《红楼梦》是红血呢 就很多东西它有学问 你比如第三回的时候呢 这个贾府接待 林黛玉啊 林黛玉呢 它有个席次安排 你看它是这么描写 它说那个王夫人带着黛玉呢 就穿过了一个 穿囊 穿囊 穿囊而过嘛 见王夫人来了呢 就开始设桌椅啊 贾母呢 坐在哪呢 你注意啊 它上面这么写的说 贾母正面 踏上独座 我原来说过 中国人带客的最高礼仪 是拉你上床 你看贾母他没坐在椅子上 坐在一个正面的榻上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罗汉床 独座 为什么要独座呢 身份高 两边呢 摆了四张空椅 那王熙凤呢 就拉着黛玉呢 在左边第一个椅子 就让他坐在 黛玉就直接就推上 然后贾母就笑到了 说你舅母嫂子 他们不带这儿吃饭 你就是客 领域庸座 坐吧 左为大 最高的一个位置 让黛玉去坐 因为你舅母 你嫂子都比你身份高 可是她不在这里吃饭 坐下以后呢 迎春呢 姊妹三个啊 挨着牌的 就是按照这个规矩 左一 右一 左二 右二 全部坐好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 我们起码在清代的时候 在曹雪芹的笔下 这些规矩是非常严谨的 我们今天也没那么讲究了 在家里很少 谁家里还有这样一个布局 我基本上没在谁家里看过 有这样的布局 一般都是偏作 都是这种 一个折角的 这边都是空着的 很少有过去那种大堂屋了 我们本来我们的建筑 就是坐北朝南的 我们因为在北半球 南方阳光进来 我们是一个尊南的民族 南位为正位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地图 都是北在上南在下 在古代南在前 南在上北在下 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是尊南 我们的左侧就是东 就是日出的方向 所以光明从东边出现 你面对南方 那这边就是阳 右边就为阴 日落的方向 所以呢 阳主生 阴主死 你到阴间去阳间 所以左为阳又为阴 你注意看 今天你到故宫去 到重要的名圣古迹 只要门口隔一对大狮子 雄狮一定在左 雌狮一定在右 雄狮是哪个 就脚底下摁着一绣球的 那就是雄狮 脚底下摁着一个小狮子的 那就是雌狮 有母爱吗 所以在这个古迹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循子上就有记载 是男子行左 女子行右 所以我们到今天都说男左女右 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在生活中 礼仪还包括很多细微的地方 你比如两个人对视 中国人特别不讲 就直勾勾的盯着对方 中国人双方聊天的时候 这眼睛都有点偏视 不能直勾勾的盯着对方 不论男女 西方人认为说话 眼睛必须看着对方 但是中国人眼睛看着对方 心里总是有点小小的不适 尤其男女 如果不熟你盯着人家说话 心里都有他想 有这样一种研究 是这么说的 说男女如果对视一秒钟 或者就没什么感觉 如果两秒钟表明存在好感 你们注意 你只要男女之间盯着两秒钟 就有好感 但是你得掐着表算 三秒钟就可能心生爱慕 我不知道这是哪国的研究 外国人都弄这种邪事 据说能盯住对方眼睛 八秒钟以上 这个关系就能进一步的发展 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是有距离感的 这个距离感是心理距离 有一种理论叫气泡理论 每个人都有一个无形的气泡 所谓气泡就是我这个臂长有多少 至少是这么大一个气泡 无形的跟一个大气泡 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试验 他是在一个大的越南石里 里头只有一位读者 然后他就坐在旁边 他就心里 这个读者就心里很不舒服 没有一个人能忍受一个陌生人 紧挨着自己坐下 如果这屋子里坐满了人 他就不觉得 这个你的气泡 你的心里的防线就被攻破 我太太太喜欢看电影 他呢 看完电影回来经常跟我吹个牛 说哎呀 我今天基本上是看一专场 我说是你的大姓 是这个电影的不姓 这电影说就三五个人看 所以大电影院就三五个人 看得很舒服 回来了 终于有一天他回来跟我说 说我就是看电影 把我吓着 我说怎么吓着呢 说电影院叫我们俩人 我和一个男的 这男的在我斜前方坐着 我看电影看一会儿 这男的站起来呢 就往我这边挪几个凳子 又坐下来 说我这整个这一场电影 说一只眼睛盯屏幕 一只眼睛盯着那男的 那男的啊 如果坐在他身边 他一定就下个半死 他不下个半死 他心里也非常的难受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样一个 非常大的空间里 允许一个陌生人靠近自己 两个人谈话 这个气泡就形成了啊 人和人之间一定要有空间距离 比如有的人特别喜欢 侵入你的气泡 你比如我们多远 说话是合适呢 那就看每个人的感受了 有的人感受敏感 就是你距离不要太近 超过一米 我们俩直线距离超过一米 我就开始难受 有的人80公分不难受 所以他就会冲进你的气泡 你就不停的退 这种距离呢 如果说两个人 很近距离的说话 没有障碍 那这两个人可能有特殊关系 所以美国的这个 有一个叫霍尔博士的一个 一个人类学家呢 他划分了四种区域 第一个区域呢 叫亲密距离 这种亲密距离呢 就我们老说亲密无间 就中间没有距离感 那这个亲密距离呢 人可以做到耳边似膜 皮肤相接 感受对方的体温气味细 这个一般是多少呢 就15厘米 那就基本人挨着人了 所以可以呢 可以挽着臂 手挽着臂 促膝弹息 你看那个 现在不提倡啊 但是公共场合 经常能看到小年轻男女 俩人腻在一起 那么这种距离 只是可以容忍的是 你在私密空间 如果你在公共空间 大家都觉得不是很雅观 第二就是个人距离 个人距离呢 就得有分寸感 这个距离 一般人认为呢 就是这个50公分到80公分 这个距离 这时候能够正好是握手嘛 你看一个人伸出手 差不多50公分 能够友好交谈 但这是熟人的空间 生人进住 这样进的一个空间会不舒服 那么生人要怎么样 就要继续扩大 就是大概是 这个80公分到1米2 就是你离我再远点啊 如果是生人 生人如果你走近 你不信 你试试 你跟一个生人一走近 他马上就会往后退 这是生人之间的距离 生人实际上是我们 生活中经常要碰到的人 要解决嘛 我过去讲过 我们人的三层关系 就是亲人之间 生人之间和熟人之间 是吧 这个我专门讲过 亲人要生生人 要熟熟人要亲 这是一种螺圈的关系 它并不是一个单 单纯的关系 比较好的一种距离呢 就是所谓的社交距离 一般都是 一米二到两米 我觉得有点夸张 两米有点远 但是我们在社交聚会中呢 不管是安排坐 还是不安排坐 站着 久会 大家不能凑得过近 除非这个地方非常的拥挤 你被迫走近 如果比较宽敞的地方 一定要保持距离 坐也是 重要的宴会 不到万不得已 人和人之间都拉有一定的距离 不管你是圆桌还是长桌 西方最正式的宴会之间 这个距离都挺远的 都要稍微构置一点说话 西方人认为 两米以上的这种 就是更加远的一种正式的关系 所以你注意看 开大会正式的圆桌会议 或者大的谈判 一定要保持这个一定的距离 要不然这个工作没法去进行